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办理云端半读计划协助部落学童提升整体成绩 今天举办成果发表会 提供足语老师多元教学方式 原语会出版第一本原住民族语言教学法工具书 今天举行新书分享会 屏东的凌落国中睽違十年打进全国国中甲祖联赛 稍后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以速度技巧继续缔造家庭 全文音开始就要带你来看到 下周一就是圣诞节了 冷冷的天气来听一位位可爱的孩童 大声唱出足语圣歌来报家音 想必心里就会暖暖的 花莲的瑞穗地区是陆续举办的系列活动 来分享圣诞喜悦的同时 也要展现学童们的特殊彩影 我们大声吟唱足语圣歌 向在座的齐老分享圣诞佳节的喜悦 这里是修库兰西阿美族实验小学报家音的活动现场 无论大人小孩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很高兴也很开心 因为我很喜欢跳舞跟唱歌 每次上来的时候我都会很开心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看着阿公阿嬷跳 跳完的时候阿公阿嬷会帮我们拍手 这次的报家音学校规划前往赫岗村 在地的吴老以及吴拉利两大部落 分享圣诞节的喜悦 首届担任校长的卢木则提到 自己也是接受部落的滋养成长 希望透过实际的互动拉近距离 进而让部落长辈的丰富知识 传递给下一代 非常感动 都是我很熟悉的带领他们 跟我们的社区建立友好的关系 因为这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密切的长辈们 在此同时许多学校也在圣诞节前夕举办系列活动 让孩子们展现课外的特殊才艺 谢谢各位家长还有各位老师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圣诞节的前夕 能够有这样的温馨 还有公布的活动 那期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多一些自信 也让他们在平常学习过程当中 给他们展现的机会 圣诞佳节即将到来 许多族人也都会举办各列活动庆祝 但是由于日前吉安乡发生一起九十多岁老翁 疑似低温导致失去呼吸心跳的案件 因此花联县卫生局也提醒民众 寒流来袭 务必留意年长者及婴幼儿 如有异常请尽数就医 在部落文化的滋养下 成长真的很幸福 而在强调竞争力大的环境中 圆乡的教育 只要用心陪伴学习 就会有收获 圆明卫视办理了部落学童远距半读计划 要透过大学来培训福德老师 并要善用科技来缩短城乡的教育差距 更要陪伴部落的孩童 研读学校主要的科目 而今年部落学童的成绩 整体也都有大幅进步 颁发奖状可以留念 圆明卫23号办理部落学童远距半读计划成果发表会 而透过云端半读 今年度部落学童的整体成绩进步幅度达到70%以上 也让学业进步的小学友 韩西新指导的大学友都引以为傲 我觉得我的成绩好像那个有提升了 真的非常谢谢他们 我上课的教材就是会引一些图片 因为就是图片可能会比较吸引人 然后事后会有一些句型跟一些单字做练习 然后之后会考它这样子 今年度工有六所大学组成策略联盟 培训大学友设计教材指导 另外在部落教会以及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 设置15个部落服务据点 陪伴小学友半读学校主要科目 尤其这次英文的进步幅度更是高达83% 期盼在越来越多元的社会 提升原民学生的竞争力 老师他就会针对我们不会的地方 然后多讲几次 他也会多讲一些多益的体型 然后让我们更清楚那个英文 参加这次的活动 我觉得让我从就是之前国中没有学到的 或是有学到再更专精一点 就是会学到的更多 也就是说云南半读最简单的目的 就是希望透过数位科技 让我们族人的小朋友 可以做零距离的学习 让他们在小学国中的时候 就有很好的这个竞争力 来跟我们一般的社会的小朋友一起来竞争 原民会表示 部落学童远距半读计划至今迈入第八年 在大学友以及小学友的努力下 学业成绩都有明显进步 特别在现今的数位时代 除了要善用科技精进学习形态 也能够跨越区域隔阂 降低城乡学习资源落差 期盼让部落学童时刻保持对学习的乐成 而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族人 因为工作求学的关系 移居到了都会区 文化还有语言的学习和传承 也出现了断层 而如果要让族语回到家庭来生根 来看到六都之一的高雄市 是推动了族语保姆的讲住计划 今年总共有84位的族语保姆 而使用全族语托育的幼儿 也有100多位 这是希望让幼儿能够沉浸在 全族语的学习环境 拿起牙刷 沐浴乳等日常用品 让孩子从生活中学习族语 为了让族语传承扎根家庭 高雄市圆明会持续推动 族语保姆讲住计划 今年有84位族语保姆同路 110位幼儿使用族语托育 人数不仅是历年之最 更是六度第一 当我们去教他这个母语 有吸收到的时候 心里是非常的高兴 让他在这个成长过程 不会后悔说 以后不会说 哇 以前你都不教我们母语 你看我们现在都听不懂 随着族人移居都会区 加上元旱通婚 日常生活可能少用到族语 因此族语保姆计划 从文化健康站 教会以及原住民族社团着手 让族人更容易取得相关资讯 取得服务 以及培育族语人才 那我们在这个族语保姆的推动 我们是串联了文件站 社团还有教会 整个社服网络串联起来 推动族语保姆的计划 然后将这个族语扎登 在每一个原住民的家庭当中 高雄市民会提到 预计明年2月将再度召开 族语保姆临选 期望更多族人一同投入族语教育 幼儿也能沉浸在 全族语的学习环境 原来新闻那部高雄市采访报导 就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教族语的方法也很多元 每一位的族语教师 都有自己的专业和教法 不过接下来呢 不管是族语教师 或者是对族语教学 有兴趣的族人朋友 都可以依循 由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 筹备了两年多 出版了第一本 原住民族语言教学法的工具书 里面是提供了八种教学法 在今天呢也举行了新书分享会 有没有 要在动作又有很自然的 很自然的 八种语言教学方式将要导入族语教学的体制中 23号第一本系统性的原住民族语言教学法工具书问世 由常年关注原住民族语言附赠的波鸿明 担任总编辑 要透过八种语言教学的方式 让族语教师可以依照学圈的特质 教学环境等英才实教 我们的主义老师们都教学的方式都比较传统 因此这本专书特别的沿用了英语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各种教学法 其中我们先挑了八种按照它的发展的历程 希望提供我们的主义老师们的提升 主义老师们的教学的专业 语言教学的基本功就是教学法 而这八种教学法包含文法翻译 直接教学 全肢体反应教学等 而和传统教法不一样的 末世教学法 是强调实际的语言应用 和学生自主学习的独特教学 老师可能尽可能就是不说话 不说话 那由学生来去表达 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可能就是利用场景的方式 让他去想说 这个单字到底是什么 譬如说在教颜色的时候 刚好老师身上是红色的 就跟他比说这个颜色 或是红笔 这样子他马上就知道说 这个单字应该是红色的 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 董事长也表示 两年多来的统筹阶段 因为有些族语教师并非全职 将会压缩教学时间 更要和学生的家庭沟通 并掌握学生的足语程度 花了一番功夫才将这本工具书产出 老师们会透过专业的训练 把我们要教的族语系统化 这是一个在未来族语的方法上 让不同的族群可以做观摩 对基金会来说是把他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是可以提供 分享给所有演义学习的 所以演义会会在这个方面上 一直努力 近年随着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 还有国家语言发展法都通过 原住民族的语言也称为国家语言 国家语言发展方案也正在进行中 未来也要运用原住民族语言 教学法工具书当作教材 培育更多作与教师 有的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战消息要带您来回顾 昨天晚间是举办了2024副总统候选人的 电视证件发表会 也是三人首度以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 同场正面交锋 按照抽签的选序是由民众党的吴欣盈率先发言 全程他也都关注在证件的阐述 主打经济牌还有社府和长照等问题 至于国民党的赵绍康 则是猛攻绿营的两岸政策 还有赖清德近日的争议 而赖清德的搭档骚美琴也直求回应 同时也向选民温馨喊话 2024副总统候选人证件发表会 在22号晚间登场 民众党的吴欣盈抽中发言顺序第一号 一开场就先和选民喊话 民众党是新兴政党没有包袱 而我们是一个新兴政党 没有包袱 所以才能获得渴望改变 跳脱蓝绿的选民支持 发言第一轮力求改变台湾 整场吴欣盈也不理会 蓝绿两党的斗争 专注阐述政见 表示数位医疗和数位健康 是基本人权 台湾应该要加速推动 数位医疗以及数位健康 也可以带给我们三大好处 第一可以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让健保不用向人民再收更多钱 就可以永续经营 第二减少医疗工作的量 让医事人员不过劳 第三放宽远距医疗 吴欣盈强化要接轨国际 更要推动主权基金 绿色金融永续医疗 吸引企业投资台湾 至于国民党的赵绍康 全场获利全开 全程炮火猛攻 但也出现意外小插曲 口雇将心目中扫黑英雄搭档 侯友宜讲称赖清德 不过小小的口误也不影响攻击率 的炮火 对此民进党的肖美琴 也不甘示弱支求回击 说我是美国派来兼军 未来的赖总统 这些主张也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这三十年来 台湾经过八次的总统大选 蓝绿政党的候选人都当选过 赖清德副手肖美琴不畏战 也直攻两岸议题 也畅谈与美的外交经验 更对青年温馨喊话 确实有些从政同志 忘了当年的初衷 在纪律上 在道德上 有疏失 如果这过去的八年间 你觉得台湾虽然改变了 但是还不够好 那我想请你给 往未来继续前进的赖清德 萧美琴和我们的团队一个机会 蓝绿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证件发表会 在经济国防民生等领域交锋 谁能为自家选情加分 选民心中自有一把持 约织新闻 给云地乌鲁湾 台北市采访报道 体育消息来看到 屏東县的林洛国中 长期推动篮球运动 不但是县内的常胜军 也是唯一参与全国家族联赛的球队 两年前黑潮教练 曾将炫昌来到了林洛 吸引了许多原住民的少年 加入球队 身高虽然不高 却是以速度技巧 打进全国国中 甲族联赛的12场决赛 穿着红色战袍 在球场上奔驰 林洛国中红色闪电的称号 因此得名 黑潮教练曾将炫昌 两年前来到林洛国中 吸引大批热爱篮球的原住民孩子 来这里竹梦 包含主力球员 有将近八成由他们组成 跟在今年打击睽违近十年的全国国中家族联赛12强 这已经是一个传统球队了 那原则上进来的学生他都有他的目标 就是要来这边就是要学习篮球 然后以篮球为他的基本的导向 然后未来整个升学就业 可能都会用篮球运动来去帮忙他们 我们也秉持县政府推动的三级五区来继续前进 那么甚至用篮球这样的一个特色 来更发展带动整个屏东线的篮球运动的风气 这群孩子虽然个头不高 甚至国小也不是正规球队球员 不过每个都肯吃苦学习 曾将炫伤花两年时间 就让他们跟上训练系统中 我们今年其实平均升高是全国中联赛最矮的球队 然后甚至于一组球队都比我们还好高 那孩子们是很肯认真学习 那经由不断地进进他们的基本动作 跟一些motion的组合观念 跟一些应变能力 然后提升非常的多 只要自己个子矮小就是用速度 然后用准度 去来击败我们自己的那个身高的那个部阻 现在也可以带领球队进八强 然后再为屏东为凌落国中 创造一个新的好成绩 明年1月凌落国中将代表屏东县 北征台北市体育馆 期待用犀利球风冲破高大人墙 打出绝不放弃的态度 连续完八浪 屏东凌落 惨不倒 接着看到为您整理的原住民族相关活动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看明天的山海气象 屏东的市值牡丹满洲最低温14-17度最高温23度 泰国来以春日最低温12-15度最高温22度 三定门雾台马加最低温11-15度最高温22度 高雄的桃园 纳马下茂林最低温在桃园6度最高温21度 嘉义的阿里山地区却落在7-20度之间 南投的人爱鱼池水里信义最低温在人爱3度最高温20度 台中的和平地区却落在7-18度之间 苗栗的南庄施坛泰安最低温8度最高温16度 新竹的关西歼15峰最低温是3-11度 有8成的降雨机会 新北的乌来桃源的复兴区最低温是在复兴6度 有8成的降雨机会 苗栏的原乡大同南澳最低温是7-9度 也有8成的降雨机会 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最低温17度最高温22度 兽林万荣最低温10-11度 有6-7成的降雨机会 兽峰峰冰最低温14-15度 也要注意灵性降雨 凤林光复瑞醉最低温14-15度最高温20度 浊西域里复里最低温在浊西3度 有3-7成的降雨机会 台东的长宾成功东河最低温16-17度最高温22度 池上观山海端延平最低温10-15度最高温21度 陆野台东市北南最低温15-17度最高温23度 泰马里大雾金峰达人最低温是12度最高温23度 蓝宇地区却落在18-22度之间8成降雨机会 外岛地区的连江金崩澎湖最低温是10-16度最高温19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晚安报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的新闻题材请拨打原始专线 我是景亮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